Hello,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我們今天來繼續玩我們的大學系列 那上次我們的子晨來到圖書館 然後遇到Luna 所以子晨就趁機跟她調情一下 跟她浪漫了一下 因為子晨對Luna有一個戀愛的報復計劃 結果沒有想到啊 教授就在附近啊 然後被教授看到了 所以子晨現在超尷尬的 她臉紅了 她想說怎麼辦 教授看到了 其實子晨跟教授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那種沒有感情羈絆 只有物理上的關係嗎 所以說其實互相都互相是沒有責任的 可是還是被看到還是很尷尬 子晨的想法是 糟糕,被發現了,完蛋了 然後再來她有這個不開心的情緒 不快的情緒 她跟Luna上次不是親親了嗎 那她對Luna的情緒是很複雜的 就是...呃...帶著恨意的去喜歡她嗎? 去對她好嗎? 對,這樣講 喔那麼子晨要怎麼跟教授解釋啊 天啊 喔Luna還沒有離開耶 她還沒有離開,子晨要怎麼解釋 教授在這裡 教授另眼汪汪啊 她很想說原來 我在你心裡真的只是... 只是... 完全沒有感情羈絆的關係嗎? 蛤... 教授走掉了耶 然後Luna還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她一走進來 看著子晨想說怎麼了嗎? 那我想子晨可能會想跟教授解釋吧 所以我們打個電話 要教授過來好了,給他解釋一下 子晨說 教授 你方便過來一下嗎? 我有事情要跟你說 子晨要怎麼解釋啊 感覺怎麼解釋不太對 喔教授說馬上過來耶 所以教授還想聽子晨解釋嗎? 要不然他怎麼願意過來,是不是? 好,教授來囉 我們子晨來找他吧 糟糕 真的是很尷尬的情況啊 我們要怎麼說 他還是另眼汪汪 還是...喔 子晨來抱他 他說教授你來啦 怎麼樣 為什麼他們講話好故意隔開距離 因為有點尷尬嗎? 好,那要怎麼解釋啊 天啊 子晨跟教授的關係掉了好多喔 因為被他看到了他難過嗎? 我們可以跟拉娜道歉 又或者我們可以取消我們的 我們這個特殊關係的協議 當然不要取消啦 我覺得子晨個性不會取消 又或者我們可以責怪另外一個小人啊 子晨可以說 事情不欣賞的樣子 一切都是那個女的勾引我的 天啊 要這樣講嗎? 還是要跟教授解釋 說不欣賞那個樣子 好,我想我們子晨會責怪Luna 拜託Luna不要突然出來 子晨說 教授 其實 是女的故意勾引我的啊 我不小心一時之間 就被他迷惑住了 怎麼樣? 教授有什麼想法? 他有聽他講話嗎? 我子晨還抓了一下教授的手耶 跟他說 其實 我還是比較喜歡你的 我讓他馬上跳舞耶 在圖書館前面跳舞 都不用音樂耶 這麼浪漫的嗎 我感覺子晨其實 是蠻喜歡教授的 因為他把這個錯推到Luna身上之後 還馬上 簽教授的手耶 是不是 子晨真的是太會了 我的天啊 所以教授原諒他了嗎? 我們可以來一個超級浪漫的籤讚 跟他說 我覺得 啊 等一下啊 子晨說什麼 子晨說你穿那個看起來很白痴啊 子晨 這什麼浪漫的籤讚 是怎樣 這穿什麼稱讚啊 子晨說看 你穿的衣服那麼白痴 我還是喜歡你 對吧 應該是這樣稱讚的 意思就是說 無論你穿怎樣 我都覺得你很好看啊 對是這個意思 喔子晨從後面抱他一下 天啊 這麼明顯的嗎 在圖書館前面耶 底下被水仙看到怎麼辦呢 喔 教授的心情變好了耶 沒有另眼汪汪了 是不是 完全被子晨 完全被子晨安撫過來了 天啊 子晨可以說 他總是太容易相信人耶 自己成真是完全把錯推給Luna 他說都是他勾引我的 我只是 不小心 就相信他了 天啊 我們真的是太糟糕 然後我們好像從來沒問過教授 是不是單身啊 對不對 也許我們可以詢問一下 好來喔 子晨說 教授 相信我 我覺得跟那個女的沒有怎麼樣啊 不欣賞的樣子 都是要勾引我的 我太容易相信人家了 那你呢 你身邊有其他人嗎 有其他的 男生嗎 怎麼樣 教授怎麼說 教授會回答嗎 等一下 我們剛得知 Lana教授 和俊賢結婚了 什麼時候事情 所以教授 是有夫之父耶 這關係 怎麼越來越複雜了 我的天啊 教授也太誠實了吧 他直接明書了耶 他直接明書 其實我結婚了 驚訝嗎 然後子晨 子晨傻笑 可能不知道怎麼反應吧 一時間反應不過來 我的天啊 教授結婚了耶 我怎麼感覺 教授是故意這個時候告訴子晨啊 有點報復心態 想說 哈 你不是跟那個女生好嗎 其實我也有別人的 有一點這樣的報復心態啊 子晨說 你結婚了 哈哈 我原來是這樣啊 我怎麼通常都聽你說過 我覺得教授也許 也許他的婚姻不是那麼開心嗎 要不然為什麼教授要變裝跑趴啊 對不對 為什麼他晚上對變裝 啊 更驚爆來了 教授 除了結婚之外 教授還問子晨說 我可以搬去你家嗎 啊 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了 太多資訊了 太多資訊了 所以教授的婚姻果然不美滿啊 他的婚姻果然不幸福 要不然第一個 為什麼每次要折磨 教授就會變裝 戴雜髮 然後跑夜的臨狂歡 還跟子晨來個一夜情 是不是 然後再來 教授告訴子晨他結婚之後 他正來開口說 其實 我不太想住在我家裡啊 我可以搬去你家嗎 真假的 所以他想逃離他的家嗎 那為什麼不跟他的 老公 分手 離婚就好啊 如果他真的不想跟他住一起的話 他正常搬到子晨家裡耶 要嗎 天啊 我對子晨可能要考慮一下吧 先不了 但是也許 我們可以邀請教授來過夜 讓他先避一避 太驚爆了吧 所以如果我想的話 我們可以要求 我們可以勸教授跟他老公離婚耶 跟他說如果你的婚姻不美滿的話 你可以離婚 天啊 這關心 這次越來越複雜了 然後同一時間 Luna應該沒看到吧 應該沒看到吧 Luna還在嗎 欸Luna不在了耶 什麼時候離開的 哇還在還在 幸好 Luna也跟別人抱抱耶 Luna還下堂 我突然感覺Luna其實很多 很多男性友人 也許啊 也許Luna對他們都只是當成兄弟嗎 對不對 也許他個性版的這個樣子 本來就是不懂得避險 不懂得跟人家保持距離 然後教授進來了 他可能進來故意看Luna的吧 想說 看子晨不怎麼喜歡你嗎 他都輸了 是你故意勾引他的 教授還故意進來看一下耶 太好笑了吧 欸我們到上課時間了耶 子晨 你怎麼主動去上課 要遲到了 快點 我不要被盪掉啊 快點 快點 還打招呼 不要打招呼了 趕快去上課 對啊小人為什麼不會主動自己去上課啊 好我們子晨回來囉 我們子晨回來之後 先去上個廁所 過來這裡上個廁所 然後子晨邀請教授過來好了 因為他不是說他不想待家裡嗎 他想離開他家逃離他家 他甚至想搬進來子晨家裡住啊 可是我覺得 呃 算適合嗎 我覺得不是很適合耶 所以說我們先邀請他過來好了 看一下教授跟他的老公關係 到底是怎樣 好能把這個清掉 我們做個東西 給教授吃好了 等一下邀請他過來 我們做什麼 喔對 等一下 我們用那個奶奶食譜好了 讓子晨用奶奶食譜來做料理 欸怎麼搞的 這鬼魂過來了欸 欸真假的 這鬼魂教授名字我忘記了 在那個小眼睛宿室被壓死那個 他說你記得你當初輸了 你要多跟我相處嗎 現在 我自己過來了 在哪裡 很恐怖啊 不要不要過來啊 他不是真的不請自來了吧 欸 Taylor救我們啊 被鬼魂殘生 欸 子晨起做料理欸 不要做啊 欸 他請你過來 不不不不 我要鎖門 不要進來 鎖門 鎖校門 所有人 不要進來啊 他穿門了 怎麼辦 欸 不是我們害死你的啊 不是我們害死你的 一切都是智鴻的錯 他身上還有那個 睡覺符號欸 對啊 說到鬼魂啊 就是鬼魂一般 都會像這個鬼魂一樣 這麼的活躍的 可是 臣子 從來沒有出現 從來沒有來找紙錢 也從來沒有找小黃金 所以我感覺臣子有點 死不瞑目的感覺喔 對不對 還是不可以問他嗎 問他說那陰間有沒有看過臣子 詢問關於死亡的事情 啊對我們不是要用那個奶奶食譜做菜嗎 好看一下我們等一下做什麼 有餛飩湯欸 我們做這個好了 來個餛飩湯 紫晨握手 他說欸你好啊 那個 我問你一下 你有看到一個女生長頭髮的 長得很漂亮 跟我有點像 你有看過他嗎 他跟你一樣是鬼魂 可能是紅色的鬼 不過他名字叫智豪啊 原來如此 欸智豪 他怎麼說 他說我喜歡蠢子啊 他蠻酷的 這代表說他有看過蠢子欸 還是只是他生前的記憶 不知道欸 蠢子 你到底去哪裡了 我們快速做個餛飩湯 來做給教授吃 我們可以請 這好離開嗎 這好你有點 你有點電燈泡啊 好我們請他離開好了 他也過來了 他該不會想吃餛飩湯吧 他說拜託給我一碗吧 我也想吃 我子智很難過欸 子智更想說 真實的流年不利 被鬼魂殘生了 我要離開囉 他走了好 哇這個餛飩 真的餛飩欸 還包那個小的水餃欸 其實餛飩就是 料比較小的水餃對不對 然後皮薄一點 哇他會煎那個水餃欸 煮那個水餃湯 看起來也太棒了吧 餛飩湯啦 不是水餃湯 煮好了 好不要吃不要吃 我們邀請教授過來 他說嘿教授 那個 你不想來我家嗎 現在過來吧 我準備了好吃的給你 他就會馬上過來喔 好那教授來了嗎 教授來了 教授傳那麼辣 哇他超門喔 哇我剛剛沒看錯 剛剛 剛剛 剛剛教授跟Taylor打招呼欸 然後Taylor還冒痘痘了 糟糕 要被看到了 要被看到了 天啊 真的要被看到了 完蛋了 超尷尬 因為Taylor在看啊 今天是怎樣 怎麼這麼多被各種發現啊 可是我感覺Taylor對子晨應該 應該也不是很在乎吧 我總覺得他在玩弄子晨的感覺 所以他看到子晨跟別女生在一起 應該也不會難過吧 可是他看起來還蠻難過的欸 然後剛剛Ian傳傳去給子晨 喔對 因為子晨認識他嘛 在香禮上面認識的 他說 中秋節快樂啊 好那我們先帶教授進來好了 先帶他進來喔 喔不是吧他也要進來喔 喔他也超門欸 他說 子晨 你在煮什麼東西 我聞到香味了 讓我進去吧 我也想吃 等一下Ian怎麼跑來了 欸你怎麼跑來了 等一下我沒有鎖門 我沒有鎖定性要辦啊 怎麼這麼多人過來 子晨有約他嗎 沒有吧 然後教授默默敢打招呼 該不會他也是 教授的學生吧 還是其實 他也是教授的 其中一個 好應該不是 欸他在罵教授欸 真的欸他在罵教授欸 他不是來抓奸的嗎 等一下教授 所以教授到底有幾個男朋友啊 我開始懷疑了 對啊Ian為什麼突然跑來了 我怎麼感覺他是 怒氣球衝的跟著教授過來的 到底怎麼回事 好我們先來吃混沌湯冷靜一下 太尷尬了吧 我嚴重懷疑他該不會也跟教授有關係吧 海下只是一個一般學生 然後看到教授跟子晨有這個奇怪的關係啊 看不下去 所以過來罵教授嗎 是這樣嗎 不知道欸 他是那麼正義感人嗎 他還是超生氣的 天啊 好看一下喔 我們子晨先來問他說 你跟那個 你跟那個Ian什麼關係啊 有點尷尬啊 原本明明是要問他跟老公的關係了 結果意外發現 教授的社交圈非常複雜 子晨說 欸那個 是誰 Ian認識他嗎 還是太性的學生 怎麼樣 教授怎麼說 教授罵他耶 我怎麼感覺教授造型換之後個性也換啦 果然啊 雙重人格 教授說 說實在的我不太喜歡Ian 所以教授不喜歡他耶 那他們什麼關係啊 然後Taylor也剛剛說 我猜你不想被打擾 是的 我不想被打擾 Taylor也太有sense了吧 所以教授會不喜歡Ian 可是他又跟著他過來 所以該不會 他 暗戀教授吧 是這樣嗎 變成了超級多角關係的 那我們再來詢問教授 他跟他老公有什麼關係好了 跟他怎麼說 他說 所以上次你提到你想要搬過來 你不是結婚了嗎 你跟你老公怎麼回事 來冷靜冷靜不要生氣了 他會怎麼說 他跟老公的關係到底怎麼樣啊 他說 俊賢是我的另一半我們結婚了 他也沒有說他跟關係怎麼樣啊 他沒有說我喜歡他或不喜歡他 對吧 所以看來教授應該是不想要談論他跟他老公的關係耶 那我們子晴還問嗎 還是算了 給他點空間 我們要勸他跟他老公分手嗎 可是如果子晴勸他跟他老公分手 跟他老公離婚 可是之後呢 之後子晴也沒辦法對他負責耶 是不是 欸他要過來的 他要過來幹嘛 他要過來要罵教授耶 我嚴重懷疑 他也是教授我的其中一個爽男朋友啊 天啊教授 到底怎麼回事 不過教授 三更半夜 穿這麼性感的照子晴 什麼意思啊 是要暗示我們嗎 子晴說 所以 能躲下來過夜嗎 在這邊待一晚吧 如果你不想回去的話 怎麼樣 教授要躲下來嗎 他好像答應了耶 所以看他的婚姻真的是不太開心對吧 要不他怎麼會 三更半夜跑來找子晴 那我們再來一個送上玫瑰 喜歡嗎 他蠻喜歡的喔 太好了 我們可以讓那個鷹人離開嗎 他真的是太電燈泡了 他到底為什麼突然跟過來啊 好你回家吧 我子晴抓緊他的手 對 因為當初子晴就是看到他的手錶 才發現他是教授的嘛 教授要把他抓過來耶 他覺得嘿怎麼樣 你今晚要做什麼呢 欸子晴跑掉了 子晴跑去房間耶 欸子晴跑去房間耶 教授會跟過來嗎 教授也過來了 我們可以討論對承諾的恐懼 雖然我無法給你任何承諾 但是我可以讓你開心 然後子晴直接脖子 輕輕脖子 然後來個親吻 哇這個情況感覺下一步就要 就要 哇然後子晴跟教授 他們要來蓋棉被聊天嗎 聊一下課業 對了說要功課啊 我們功課寫好了 對 其實我在想啊 教授 真的有走進子晴心裡嗎 我覺得可能一部分有 可是又不完全是 對啊 就是子晴會在乎教授的心情 在乎她難過 在乎她跟老公關係 可是她無法對她給出任何承諾 那如果我們看浪漫關係的話 其實子晴跟 Luna關係也非常高啊 浪漫關係 喔你們聊天聊完了嗎 好像是耶 子晴說怎麼樣 在我家過夜還開心嗎 好吧 好那我們千萬到我們小黃金這裡 我天氣變冷了耶 他們現在呼氣有那個 水蒸氣了 是吧 好那我小黃金肚子餓囉 那我們去吃個東西吧 為她要去吃了 一樣走後門 還是很小心謹慎 小黃金現在很想說 所以我到底要不要 到底要不要回應 那個奇怪的人說的話 因為上次攝影先生不是跟她說 她媽媽有事情要告訴她嗎 雖然說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可是小黃金應該會想一下吧 因為她應該還是 蠻想知道關於她媽媽的事情的 是不是 去完之後去個盤子洗一下 因為小黃金非常愛乾淨嘛 來洗一下 我們去魔法世界找老師 看老師可不可以加我們新東西 來吧 我們走吧 前往魔法世界 嗚 試個法 這個法術超方便的耶 瞬間移動 以前我都想說如果出了任意門就好了 可以隨時去任何地方 這樣不是超方便的嗎 要不然通勤真的很花時間啊 到一個地方也是很花時間的對不對 要車程啊 什麼什麼的 好 我們到魔法世界囉 我們看一下老師在嗎 嘿 摩根老師 今天要教他們什麼新的魔法 她在嗎 怎麼又有人啊 奇怪 喔 在這裡 好 太好了 喔 認錯人了 這個不是摩根老師不好意思 喔 老師在這裡啊 好來 我們問老師 可以教魔法嗎 要跟她打個招呼嗎 我就想我個性 應該不想要跟她打招呼吧 不想跟她寒暈 我們直接來喔 要求 神法遺失什麼 我們先要求教導狂野魔法 老師願意教我們嗎 怎麼感覺老師拒絕啦 她怎麼說 她說你還沒準備好 學新的魔法 喔 所以我們的魔法等級還不夠高啊 原來如此 所以我們還需要練習嗎 好吧 那我們去那個商店街看一下好了 看今天賣什麼東西 有沒有我們想要的魔法點擊 想我今天是完全 不多說一句話耶 老師不教魔法 就完全不理她了 這個魔法世界其實超漂亮的 有那個流星啊 然後很多小那種 會心這種感覺 很美啊 好 我們過來 我們來看 今天賣什麼魔法點擊呢 傳送書寶典 這個也太棒了吧 這個不是我剛剛說我想要的魔法嗎 對吧 我想要可是錢不夠 我們只有89塊 天啊 怎麼辦 我們錢不夠了 我們又要偷東西了嗎 啊 我們可以 偷哪一張椅子嗎 應該沒有人發現吧 沒有人發現吧 沒有人發現吧 老師不要過來 老師不要過來 哇被發現了 被老師看到了 天啊 老師嚇一跳耶 他說怎麼搞的 竟然想偷我們的東西 然後老師又冒兜兜了 被老師發現好尷尬啊 怎麼辦 我要跟老師道歉嗎 趕快逃一命啊現場 什麼事情都不要說 我隊友來給搜尋寶典呢 好我們裝裝沒事 我們裝裝我們直接來搜尋寶典而已 絕對不是要偷東西啊 老師 不過老師 不過老師也沒有罵我們耶 他就走掉了 我們找到什麼 找到了 龍屎魔法光球 喔是新的宠物 可惜沒有寶典 那我們再來繼續練習魔法 順便等待偷椅子的CD時間 或什麼 薯華耶 他說 喂 我們想要邀請你加入F2A家 你覺得怎麼樣 等一下 薯華你怎麼搞的 這個F2A家不是我們城子創的俱樂部嗎 所以城子離開之後 然後 蘇華變成了 幫主喔 或什麼 變成團長喔 是這樣嗎 真的耶 太可惡了 不了我沒興趣 小黃金的個性 應該是除了城子以外的人 都沒興趣吧 其他人創什麼社團 他才不感興趣對不對 小黃金的社團是那個 互不干涉 那個社團還在嗎 這個社團還在 可現在只有小黃金了 我發現練這個魔法其實蠻花時間的 我們也超久的 只有這麼一小格 大概這樣而已 0.1公分 我們要到這裡 才能下個節系 所以感覺需要花點時間 不要老天啊 不 不要搭上小黃金 回來 好那我想我們下次再繼續好了 我們今天先玩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的支持 如果想看到更多後續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 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